中共最高檢察院昨天通報 唐湘玲涉嫌貪污 受毀案的調查終結 她因涉嫌貪污罪受毀罪被逮捕 唐湘玲在今月6日被傷害 她被指控利用職權大肆宣傳個人書法等作品 私自攜帶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書刊入境 並閱讀對抗審查 違規批准構置樓堂管所 佔用單位住房 縱容默許他人利用本人的職權謀取私利 違規收受名人字畫、紀念幣等 非法佔有公共財物 為他人謀私利 並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現年69歲的唐湘玲 從事金融40年 擔任光大集團董事長10年 她於2003年擔任中共銀監會副主席 2007年擔任光大集團董事長 党委書記 並於2017年12月退休 財新網曾報道 已退休5年多的唐湘玲夫婦 在去年7月12日由家中被帶走 當日下午光大集團內部就流傳著一位集團前任領導被調查的消息 唐湘玲落馬的前夕 她的繼任人李曉鵬也於2023年4月落馬 財新網報道短短3個多月 光大集團前後兩任掌問人被查 光大內部人士憂心忡忡 擔心會被牽連